我今天非常非常非常的幸運 幾乎是五年來第一次很幸運 的訂到除夕前兩天早上六點多的票 但是這個狀況不是很常見的 花東要車票 而且今天早上就是Facebook一堆人在預告說他要搶哪個班測票 然後或是他搶不搶得到 結果都是靠別人搶到 剛好有人進去系統了 我們才有辦法訂到票 那我今天是非常幸運 我才訂得到票 不然往年我從三一到現在 我每年幾乎都是站著回家 我們站著回家要拿著大包小包的行李 我還是一個弱女子 然後還要被擠來擠去 然後現在不受站票 那我來不成我要走蘇花公路走回家嗎 我又沒有辦法開車 我也沒有車 而且有車階級的通常都是 成年人我們學子該怎麼辦 我們外鄉的遊子該怎麼辦 大部分的第一首選都是鐵路 我們非常的依賴台鐵 可是台鐵就從來沒有正視北迴縣的運量的問題 導致我們每年都要互相殘殺 那沒有辦法那我們就手牽手一起站著回家 現在連手牽手站著回家也沒有辦法了 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請台鐵來回應我們 我們認為台鐵要做品質的改進 要以後為了要維護做客的成立 他要用一些品質整個進步的做法 我們給予肯定 過去他也增加了一些票我們給予肯定 但是現況是還不夠 現況是還不夠火車票 所以我們希望台鐵可以做一些具體的改善 並且做出一些回應 從2008年都當初的蘇花高到蘇花改的爭議 其實我們不斷的在要求說交通部跟台鐵 它必須要提升我們整個東部幹線的運能跟運量 所以我們2008年其實已經要求了 單日單次它必須要有 單向必須要有15000個以上的座位 那時候台鐵有沒有做到 其實是有的 他們其實是有把運能跟運量提升的 可見得其實台灣的台鐵的東部幹線 其實它是有能量 可以把我們的東部的運能跟運量提升的 其實之前好像兩三年前有個新聞說 旅行社可以提早10分鐘先訂票 對 那他們當然是 他們都是專業的 然後又都是訂大批的票 那當然我們進去就沒有什麼票可以選 真的要非常幸運的人才有辦法訂得到票 就是他如果今年取消了戰票 應該就沒有辦法回家了吧 對 我就是在南部讀書 然後知道說南回線非常難買 然後我沒想到說就是我到北部工作 今天早上要訂票 就是訂那個過年要回去的車票 然後也是非常難訂 之前也是有就是 雖然不是什麼重大節日 可能就是週休日要回去 那也是不好訂這樣 並不是局限於說就是重大節輕材 車票滿訂 只要是碰到假日 雖然台北有加開那個列車 可是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每次票都是訂不到 我在南部讀書已經四五年前的事 可是到現在一點改善都沒有 如果他今天這樣取消戰票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會很多人就很少回去 像現在有戰票 我們就已經 像在外地的這些印箱鞋子 想回去看 父母親或是想回鄉 其實都 有時候買不到票 然後就會想說我們到底還不要回去 那如果他今天再取消的話 那我覺得更少人會不會想回去 對 不要站不上 不要站不上